记不记得我当时说微博哲理屏的方向是错的 哲理屏必须得把轻薄放在第一位 你们当时一堆人在疯我 今年所有的哲理屏全部都走了轻薄的方向 而且人家卖的都一个比一个好 所以说当时雷总MixFord2的第一个轻薄方向是真的对了 只有真正用哲理屏的才知道 这个轻薄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你看夏天把一个手机穿在裤兜里 它都对裤兜 你说那手机它能正常使用吗 我带都不想带你 更别提什么在外面展开 什么打电话之类的 您看这个荣耀麦迪格威尔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品牌 但是这台机器我真的当主力机 用到现在两个字舒服 正好今天又看到小米MixFord3官圈了 我估计他们会把整理品牌做得更加的轻薄 而且这次会在影像上带来巨大的突破 什么莱卡四射全胶段都是标配的 最最关键的是它做到轻薄的同时 任何一样配置都没有做音乐 什么性能第一啊 影像第一续航第一 屏幕第一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赞哥说的 听他们这样吹我人都傻了 甚至这次还补协了什么无线充电 跟全体能功能 将雷总的那演讲 影像到一半什么第一第一第一 哄哄哄 我这把我当时机子们直接冲到台上 把雷总手机给抢了 绶抱拉 记住八月十四号晚上七点 ミックス TROOT在发布会 对就那个时候 我就看我直接冲上去 把手机给抢了 趁那个保留不注意 我就直接冲上去 到时候我就做第一盘 记住啊 一定过来看我 我要是冲上去 就直接一站风神 你知道吗 到时候我就直接冲上头条 哇小王狗 你只搞真实啊 对 απο 我先去查查那个 微不微法 应该 应该不进去 不进去呢就没事